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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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永久屋已經要蓋好了 可是居民還是 有些人還是怕怕的啦 所以才會變成 有一些人登記然後有過 可是後來又放棄這樣 然後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 但礙於政府的一些申請條件 雖然說他真的有這個對房子的需求 但他也是沒有辦法登記到 到現在還是都知道 就還是都有一些人有這樣的狀況 比較難接觸到這些人啦 因為他資格不符合 我們就比較難找到說真的去申請 然後沒有過的人 可是也一直有在關心這樣的議題啊 就是還是有一些人 就沒有房子去這樣 還要再持續觀察吧 就算房子快蓋好了 可是之後的狀 大家住進新的地方的狀況 可能都還要再一直關心 也有可能有一些變化這樣 畢竟從山上搬到平地來 現況是因為有再一次的付錢 那因為那個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要等整個屋況 然後屋主他覺得已經沒有問題 已經受到改善之後 那個鑰匙才會給這些新的屋主 有領了一些這個入住的旅金啊 還有就是能夠這些家具的這個旅券 那也付了這些長的鏡子等等之類的 旅金是現金一萬 一萬塊 就是另外一個禮券 它是41張 但是我們要去算 不過應該是蠻多的 這些旅金當然就因為是 這個是上款嘛 那我們要好好的來善用它 那也要顛過新的這些家具啊 或者是廚房用的用具啊等等這一類啊 目前我們在新來部落 我們第一期 本來原來我們核定的是229戶 那後來我們來一村有12戶 或許是基於個人的考量 各戶的考量 他們就把他們的申請案 把它撤回去了 所以變成我們在整個新來部落 一起裡面 我也空了12個至少12戶的那個永久屋 那這12戶的永久屋到最終它應該不會空著啦 怎麼說因為我們知道最近我們整個來一鄉 又在醞釀是不是可以有所謂第三期的一個開放申請 因為可能部落裡面都還有一些申請的聲音啊 那當然因為我們整個永久屋的政策是透過NGO團體來協助的 那當然我們還要再考量說 是不是有NGO團體願意來協助在蓋所謂的第三期 你們有在安置所那邊有那個嗎 有房子嗎 有啊 那邊不是有冷氣冰箱之類的 蛤 安置所不是有冷氣冰箱 沒有冷氣 有家電 冰箱啊 電視什麼類的 那 你們幫過來坐那邊的那些家電呢 他們要無力回收 是喔 對 不給你嗎 可能 要預備下一次的安置所謂的 對 如果打折給你不要 打折是 沒有接受過嗎 因為最近有毛都沒問題 對啊 那邊很亂睡 唉唷 這邊那麼亂沒有注意 在那邊有沒有 可以打那個什麼 對 後面就是幹什麼用的 對 後面就是幹什麼用的 對呀 好不舒服 不是我來的 不是我來的 是 那裡 可以 不是我來的 然後 阿弥陀佛